嗯,我一向胃食,誰人都知道 只不過我肚子小,當然要吃好東西 那你可以放心,今天有不一樣的小菜介紹給你 就是金牌小龍 有小龍包,三骨雞,還有紅燒豬手 師傅,你好 你好 我知道你今天準備了很特別的小龍包給我試 是啊 是不是,那讓我看看它是怎樣的 哇,它一顆都很大顆 你可以告訴我西藏這個小龍包的技巧在哪裡 基本上我們要有一年時間的工夫以上的師傅 才能上台面去製作這個小龍包 嗯,我吃完它的肉,覺得很嫩滑 吃下去口感很爽 又不會覺得它有肥豬肉的感覺 那吃了下去都不會覺得肥 那究竟它是用了什麼豬肉呢 我們豬肉選台方面 是用上等的溫體豬肉 嗯 從竹台湯直接運送到公司這邊來 調製而成的 那移動方面 就所謂一般 所謂到 湯汁的方面是 經過八個小時下去調製而成的 我剛才在廚房呢 看到你很輕易地 就把小龍包摺起來 那究竟它摺了多少摺的 基本上公司要做的是十九摺以上 那為什麼要用十九摺以上 那為什麼要用十九摺以上 是第一次美觀 第二次補發食用者的口語 嗯,也有其他的小龍包 嗯,是啊 最近才剛推出的 飛翠窯肉小龍包 那後期會再推出一個 海鮮小龍包 這兩個東西會比較 口味清淡一點 注重養生的人 可以多嘗試一下 哦,非常之期待啊 基本是三分處 嗯 那一分的醬油 三分醋,一分醬油 和外面吃的很不同 讓我試一下 點完之後的感覺是怎樣的 嗯,我吃完之後 覺得它裡面的肉 非常之滑 而且又不硬 吃下去又沒有酥味 又不會說有肥豬肉 真的非常之好吃 嗯,剛剛張種他們 吃完小龍包 那我都不倒輸 看看桌上有什麼吃 有個鐵板的三千包 有人氣炮燈的鍋貼 而且還有豆沙小龍包 豆沙小龍包 看上去跟普通的小龍包 好像一樣 等我試給大家看有什麼乾坤 嗯,這個豆沙小龍包 皮薄餡靚 吃下去煙韌度適中 而且它的豆沙又不會太甜 女士們多吃幾粒都不會太肥 在我面前 就有紅燒牛肉麵 和紅燒豬手 我比較喜歡吃麵 所以我會選這個吃 這個牛肉看上去很厚 如果做得不好 一定會很硬 讓我試一下這個牛肉是怎樣的 嗯,這個肉可以說是肉嫩筋軟的 吃下去很有大牙的感覺 它的湯喝下去是非常之濃味的 因為我知道師傅是用黃牛童子骨 熬製了十幾個小時 等我再試一下這個麵 嗯,這個麵非常之嫩 因為我知道師傅每天都為大家精心打造 所以口感是非常之一流的 嗯 為什麼我今天會點這個紅燒豬手 因為在台灣聽就聽得多紅燒牛肉 那豬手我覺得這裡很特別 嗯,它的肉質是非常之嫩的 而且它的皮是非常之彈牙的 我知道師傅用了六個小時去燜 所以它的肉汁是非常之好味的 我知道女士最貪美 這個紅燒豬手有很豐富的骨膠原 女士吃了幾個都不怕的 嗯,走,我試一下台式三杯雞 大家看看它的色澤非常之吸引 一看就知道好像很好吃 嗯,吃下去它的雞非常之嫩 而且原汁原味 我吃到有很香的麻香味 還有少少辣,有少少白酒的味道 加上醬汁真的非常之惹味 我還知道它是有九層塔在裡面的 九層塔有行氣活血的作用 吃得多身體都會健康些 是否有台灣總廚助陣 在尖沙咀吃的更有色彩更高貴呢? 嗯,沒錯啦 跟排小龍的地址是 尖沙咀尼敦道100號 The One 4樓404-405號鋪 你們可以搭港鐵搭到尖沙咀B出口 亦都可以搭巴士1號 1號A 2號 26號 都可以來到